好,很多專家都同意 解封只有兩個方法 一個是靠疫苗 另外一個就是靠清零 而台灣目前在疫苗不足的情況之下 看來我們就透過不斷的匡列篩檢 盡可能把所有的感染者都找出來 才有可能放心的解封 但是新加坡 他們則是已經完全放棄了清零的可能性了 因為他們相信 一旦讓病毒進到了社區 你就永遠沒有辦法趕走它,消滅它 所以新加坡不再進行大規模的疫調 他們也不再繼續追蹤每天的確診數字 他們把重點擺在加快疫苗接種的腳步 然後再逐步的鬆綁控管 新加坡在7月12號這一天 他們就要進入下一個階段的解封了 解封的項目包括了有 餐廳可以開放,五人一桌你就可以內用 而學生也可以回到學校上課了 不過人數的上限是50個人 另外還有室內的健身房該怎麼解封呢? 他們原本的限制是兩個人一組 現在開放到了五個人一組 而且在運動的時候 你可以把你的口罩摘下來 而未來隨著疫苗接種的進度提升 將會持續的放寬 新加坡他們的目標是希望在8月初 能夠達到九成的接種率 在8月9號新加坡國慶的這一天 他們可以舉辦國慶閱兵大典 新加坡以觀光旅遊聞名隨著疫情趨緩 從6月13號後 每日確診人數降至30人以下 甚至個位數 各觀光景點也逐步解封 變形金剛 朱爾基恐龍 史瑞克與菲歐納 各種電影人物依舊 大街上的展演如席 但是在疫情洗禮下 曾經一度休緣的新加坡環球影城 6月14號起重新開放入園 人流控管在25% 只開放5、6日 少了人氣 多了防疫規定 卡通人物在展台上表演 家長開心要替小孩拍照 但是就怕家長太熱情 靠得太近 一旁身穿桃紅色上衣的工作人員 趕緊上前提醒 他們是安全距離大使 遍布在影城中 提醒遊客要保持社交距離 影城裡的遊樂設施維持一半開放 並且定情傾銷 不管是遊樂設施還是商品部 只要需要排隊的地方 都會有貼紙提醒要間隔一公尺 此外原本不開放的餐廳 餐車也開始讓旅客 可以入內消費飲食 因為他們都有很嚴格的 防疫的機制 像是入場的人數就降載 場內隨時都可以 酒精乾洗手等等 只要有管理的機制 真的發生事情的時候 知道怎麼處理 室內室外做好防疫 疫情籠罩下的新加坡 努力往正常生活邁進 所有你能想得到的景點 動物園 酒吧街 金沙酒店 都已經逐步放寬限制 一般來講酒店的游泳池都開放 可能金沙會比較麻煩一點 因為我們本身在居住的時候 就是要預約 就放9點到11點 他們要保持那個距離 保持人數不要太多 新加坡居民豪哥說 飯店入住儘管開放用餐 但是得要先預約 人數上也有限制 就是兩個人一桌 如果是一個家庭三個人還是可以 但是就要分桌 在小販中心裡 點上一份印度甩餅加上黑咖啡 或是叉燒餛飩麵搭配咖啡奶 新加坡人的一店從這裡開始 環顧四周人身鼎沸 每張桌子都被圍上了紅網 只留兩個座位 在外用餐也得要保持社交距離 實際走進新加坡人的生活中 可以看到菜市場裡人潮不減 大夥忙著採買 換個鏡頭來到附近的公園 許多年長者拉開距離跳舞運動 年輕人則是在公園裡慢跑快走 可以發現除了外出得要戴上口罩 工作還是以居家上班為主外 新加坡人的食衣住行日常依舊 週六下午前往烏解路的捷運車廂上 儘管仍有乘客 但是已不見以往週末的擁擠人潮 而購物大街烏解路上儘管也有人潮 但是跟疫情前相比落差頗大 烏解路就是新加坡的一個購物 整條都是那種很大的廣場 在疫情之前週日週末都是人山人海 因為有很多旅客 在亞洲方面 South East Asia最大的Apple Store 之前在新加坡的烏解路 我們都會看到 泰國、越南有一些旅客 特地跑到新加坡來買新的iPhone 所以現在在疫情中 我們可以看到週日的時候 人潮很少 因為旅客都沒了 所以有時就是會跑到烏解路 走走買買東西 現在可以在內用餐 可能喝一點咖啡、吃一點東西 碰一下朋友 觀光客進不來 只剩下當地居民的假日逛街 此外 如若台灣三級警戒 學生無法到校到補習班 新加坡的孩子在結束的六月假期後 已經恢復上學了 拜拜 所以這個禮拜 他們正常的第一個禮拜 回到學校去 六歲以上的小孩都要戴口罩 所以我的小孩子今年八歲 去年開始就要戴口罩了 運動可能就不用戴口罩 但是就是保持這個距離 政府的強勢防疫規定 人民遵從與配合 要防疫日子也得過下去 但是面對病毒持續變種 Delta和Delta Plus來勢兇兇 新加坡政府認為 清零已經是不可能的任務 如何學習與病毒共存 才是未來的防疫方針 六月二十四號 新加坡冒公衛生及財政三位部長 共同在海峽時報發表了一篇 題為與病毒共存的文章 內容直指變種病毒未來可能流感化 既然無法完全根除 至少要降低它的威脅性 這並不代表戰會失敗 因為你仍然可以感染疫情 只能不能感染疫情 人們仍然會感染 但他們沒事 所以你遵復 令疫情更像冠軍 這個病毒從大概去年 它剛剛來的時候 我們了解了它的性質之後 我們就知道這個病毒很難被消滅 我們不應該存在著 輕頂輕頂輕頂 然後一定要把它完全阻絕 然後靠著疫苗想要把它消滅 本來就不太可能 像是新冠目前的疫苗的保護力 雖然有一些很高 可是重點就是 你沒有辦法百分之百防護 你得到感染 比較重要的是 你可以透過這個疫苗 讓你即使得病了 你還是不容易重症跟死亡 可以壓到非常低 新加坡防疫又成了重要關鍵 不僅大量篩檢藥追病毒外 新加坡從疫情爆發的開始 為了強化追蹤確診者跟密切接觸者 透過手機藍牙跟小小的一個追蹤器 要掌握所有人的行蹤 走到哪兒就刷到哪兒 我們這裡就叫 trace together token 一個掃描這樣 裡面有電池 所以也是有藍牙 經過它就 如果你要出去的時候 可能有另外一邊了 你就 就是進出啦 一般就是給小朋友啦 不然的話就是那種老人家 因為可能他們覺得 小朋友可能還沒有電話 第二就是老人家 他們講藍牙藍牙是什麼 所以就給他們這個 就會比較容易用 這裡是其中一個疫苗中心 在我們的電話上 在新加坡烏捷路的疫苗接種站 許多居民正在椅子上等待疫苗接種 I change to today it's always tomorrow 號稱打疫苗比台電賣珍奶還快 從報道到打完疫苗 5到10分鐘搞定 因為我本身打了兩針那個Moderna 新加坡有兩種政府給的疫苗 一個就是Moderna 另外一個是Pfizer 它完全就是歐美國家的水準 這是整個亞洲打得最好 你看其他亞洲國家都望塵莫及 1 2 3 新加坡全國設置40個疫苗接種站 累計至6月14號為解封的第一天 已經有47%的居民施打完第一劑 35%的居民完成兩劑的疫苗接種 更希望在7月12號進一步的解封前 讓65%的居民接種完第一劑疫苗 並且在8月初新加坡國慶日 能夠完成全國9成以上的居民施打完第一劑 而6成以上的民眾可以完成兩劑疫苗施打的目標 以達到真正的群體免疫 讓經濟可以復甦 人民可以恢復正常生活 新加坡其實從去年到現在他們就一直很衝 因為他們是一個觀光開會會展這種大國 靠國際交流 他們覺得大量的篩檢 還有把疫苗打起來才是重點 而不是邊境管制然後讓國際不能交流 我們當然很希望他接下來可以成功 找到跟病毒共存的方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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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